根据一份新研究 科学家在太空中看到了巨大前所未见的结构 其范围绵延近十亿光年 同时还发出微弱的无限电辉光 研究团队的这一新发现 或可谓宇宙中一些关键的未解之谜 提供新的线索 研究观测到的巨大光运 由高能量粒子所组成 然而是什么给予了它能量 它们又是如何出现在星系团之中 其背后原因仍不清晰 要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不仅将揭开巨大光运的来源 同时也将解释宇宙中一些基本而未解的难题 其中包括由物质和气体所组成 连结宇宙的大规模网状结构 宇宙网的细节 由汉堡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维吉尼亚库西蒂所带领的研究团队 利用低频阵列望远镜扫描数百个遥远星系团时 发现了四个巨大光运 低频阵列是分布在欧洲各地的 无限电望远镜观测站 其对低频率的无限电相当敏感 这四个巨大光运 与一些较小的无限电运有关 这些小无限电运 是由电子所组成的分散结构 以近光速行进 曾在许多星系团中被观测到 巨大光运的体积 比之前观测到的小光运大30倍 然而其亮度要暗淡20倍 根据9月28日发表在《自然期刊》的论文 研究人员表示 巨大光运的存在 显示在无限电运之外 受到磁场的引导 其运作机制还维持了 大量的相对轮性电子 研究人员也补充说明 此大规模无限电发射的 运作机制仍旧是未知的 深入探索星系团 当我们在分析 本次研究中星系团的 其中一组数据时 我们发现一些 非常大规模无限电发射的 重要线索 所以我们决定再度 检视310个星系团 样本的所有图像 我们的研究目标 是要找到类似的发射 酷熙蒂接着说 当我们发现 样本中三个其他的 星系团所显示出的 电波发射 由于目标相似的 规模及特点 那么很显然 我们确实发现了 一种新型的宇宙现象 开启人们运用无限电观察 来探索星系团 外部区域的可能性 星系团能容纳 数百或数千个星系 而其中星系之间的 重力相互作用 使它们成为宇宙中 最闪耀 也最混乱的环境之一 即使相隔数十亿光年 通过地球上的望远镜 我们也常可以清晰地 看见星系团 最明亮的部分 然而 我们却对星系团 内部星系之间 较为黑暗的空间 所知甚少 科学家之前 已与许多星系团中心 观察到无限电云 尤其是那些 正在融为一体的星系 这表示 电子是从星系合并中 获得能量 接着在强磁场作用下 形成膨大的光运结构 而新发现的巨大光运 拥有相当独特的属性 指向一种 与众不同的能量 供给机制 或许与星系团内 介质中 重力能的消散 所引发的动荡有关 关于巨大光运 还有许多 值得深究的地方 酷熙地说 我们需要 更加灵敏的 无限电观察 才能看清 这些外来 无限电波源的特性 并了解巨大光运 是否只存在于 某些星系团中 又或者大多数 星系团内 都存在着巨大光运 低频阵列 目前正升级为 低频阵列2.0 我们非常有信心 其在灵敏度方面的提升 能帮助我们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经由这些观察 我们现在有一些 关于星系团外部区域 可测量的资料 他接着说 由于它经常出现在 天体物理学中 因此 我们将在研究中 加入电脑模拟 我们计划展开一场 覆盖范围广大的 宇宙学电脑模拟项目 目标在于 复制巨大光运的存在 与特质 有助进一步了解宇宙网 宇宙网是横跨在 宇宙中精密复杂的 私状物结构 透过上述种种努力 研究团队最终将得出 所构成 并出现在这些 私状物的相交处 流动于私状物间的 较为黑暗之外部区域的物质 逐渐累积成为星系团 然而 此黑暗区域仍旧难以调查 巨大光运目前提供了 一种新的方法 来探索星系团黑暗 难以捉摸的边缘地带 我们能透过巨大光运 来调查这些区域 表示我们能得知 在大规模宇宙结构 形成过程中 能量是如何消散的 以及在等离子体 密度极低的情况下 粒子要如何加速 酷熙地说 此外 巨大光运也是我们迈向 直接探测 宇宙大规模结构 相当重要的一步 宇宙中存在的超高密度 如丝状物 强状物 和聚集成团的物质 通常都能 极由对这些区域中 存在的星系 进行观察而推论出 但现在我们开始 对充满这个空间的 等离子体进行观测 他补充道 最终的目标 是要了解宇宙中 超高密度区域的物质 且追踪器结构 推导出他们的眼镜模式 无限点天文学的黄金时代 低频阵列望远镜 是新一代超灵敏 无限点阵列的一部分 透过结实系外物体 对庞大的宇宙网进行勘测 以及其他众多发现 它将使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彻底改变 科学家同时也非常期待 平方千米阵的完工 它会使人类建造过 最灵敏的无限点望远镜 并且在下一个十年中 投入运作 这将是无限点天文学的 黄金时代 地球上能观察到的 无限点波长 为数公尺到数十公尺 库西蒂表示 低频阵列开启了 一扇全新的观测之窗 涵盖我们从地球上 所能观测到 最低的无限点频率 此次研究的成果 只是天文学家 开始探索这块新领域后 众多发现中的一例 从另一方面来说 透过对平方千米阵 所进行的空前跨国合作 将带来人类所建造过 最灵敏 最精密的无限点干涉仪 他提到 除此之外 这些设备还将涵盖 现代天体物理学中 各式各样关键的议题 例如原始宇宙的研究 第一代恒星和黑洞的形成 对至今仍旧神秘难解的 暗能量的探索 以及对太空中磁场起源的认识 来到一段时间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